小宝 小宝没事 您以前也因为感冒住过院 对不对 老爷呢 这次就是不好好吃饭 不好好睡觉 所以他感冒了 只不过这次感冒比较严重 需要住院 小宝不用担心 好不好 妈妈还要在这儿 陪着老爷姥姥 你先跟杨阿姨回家找爸爸好吗 小宝真乖 若文 麻烦你跑一趟了 放心 我送完小宝就过来 来 叫妈妈拜拜 走了 小宝 六十二 来 小宝 阿姨还有事 要先走了 你听妈妈话 乖乖睡觉 好吗 那我先走了 六十二 谢谢你 杨小姐 小宝 小宝 不是给你们俩放假了吗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是杨小宝 是杨小姐送小宝回来的 杨若薇 对 您先忙 好 小宝 妈咪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老爷病了 严重吗 是杨小宝 药手术 你父亲的病情发生的痕迹 照这样下去 会越来越有风险 你要快点做决定啊 我 妈妈 这种手术的风险很高 医生怎么说 如果不错的话 只会继续和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爸爸病了 妈妈也疼了 我自己一定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每个人都怪我 你做得很好 小秀都会好起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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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